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讲题就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 为什么 议长会接纳老马的 马哈迪前首相马哈迪的不信任动力 然后驳回Safi'i的不信任动力 其实在昨晚我就有说 在前晚 在前晚我就有说 当Safi'i的动议被推翻 不被接受星期四的直播 我就很多人包括郑丁贤 很多人骂他叫他丁丁 你骂郑丁贤丁丁我没有意见 不要骂首相是丁丁 因为他是代表我们国家的 你骂郑丁贤是丁丁我没有意见 包括郑丁贤包括很多人 包括我见到的所有时评人我的朋友 他们都说老马的不信任动力 一定会驳回 我在星期四的直播我也有提到这一点 然后我跟大家斩钉截铁的说 不会 不会被驳回 Safi'i的动力被驳回 并不是议长被收买 现在并没有看到议长被收买的迹象 并没有议长是中立办事 包括变天之后到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中立办事 并没有倾向慕郑丁 倾向这个后门政府 这个是事实 所以他驳 Safi'i的信任马哈迪动力 是因为不符合程序 不符合持续 不符合宪法 这个是非常valid的reason 所以你不能说他靠向慕郑丁的 所以很多人说因为他驳了Safi'i的动力 他已经是给慕郑丁收买了 这个alif我们的前法官 我们的议长 议会里面国会里面最大的人 权力非常的大 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已经投向了慕郑丁阵营 已经投向了新老板 我就星期四我就斩钉截铁的说 没有我相信马哈迪的动力会被接纳 但是被接纳不一定等于可以被辩论 因为照程序是要先辩论政府的提案 政府的动力 但是马哈迪的会被接纳 所以今天早上就出现了新闻说 马哈迪的动力真的被接纳了 所以早上我就收到很多的祝贺信息 其实也不是祝贺啦 又是又说啊啊又被你说中了 你真的是料事如神 我很崇拜你 我收到很多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有发给我这些信息的人 包括发去我的专业 包括在我的专业留言 我还没睡醒的时候你们就留言了 包括私讯我的 自己举手承认 不然人家说我自吹自擂 我从来没有自吹自擂 我说不要崇拜我 是真的很多人崇拜我 我叫你不要崇拜我 我只是分析罢了 这个是事实来的 小叔说我这样子说 有些小气的人会说 哎呀这个人这样好恋 我不要听他讲的 不要support他 我不是好恋哦 我是把事实告诉大家而已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是骄傲 我是好恋 我是真的要跟大家说这个情况 真的很多人这样跟我说 所以我讲你不要崇拜我 这个是根据事实做出来的分析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分析 我不是马后炮说 我在之前就说了 你去看你就知道我分析的理由 如果你愿意思考 你也做得出这样子的分析 所以没有什么好崇拜的 没有什么觉得很厉害的 这个是我的本意 但其实早上在传出马哈迪的动议被接纳之前 在我星期四的直播一晚的时候 我星期四的动议 是拜五马哈迪的动议被接纳 星期四是我的直播 就是昨天不是今天我讲错了 星期四我的直播一晚节 不久我的直播完结应该是十点半左右吧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我就收到很多信息进来 甚至有阿力签名的亲笔签名的信的副本 发给我 发来 然后还有新闻 包括东方日报 包括马来文的报纸都有报新闻说 马哈迪的动议被驳回了 然后我也去看了那封信 阿力签名的那封信说 议长驳回马哈迪的动议 因为没有根据议会常规 没有根据的议会常规是第27条 就是没有14天通知 然后我去算了一下 马哈迪的动议日期 刚刚好是在14天之前 开会日期的14天之前 18号开会 马哈迪的信是5月4号 所以刚刚好是14天之前 所以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 你可以说他没有在14天之前 也可以说他刚好在14天之前 看全市前 所以在那个晚上 11点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信息进来 我已经收到很多消息 然后12点的时候也有报纸 我也有截图 东方日报 中国报都有出新闻说 马哈迪的动议已经被驳回了 然后很多人转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新闻 但是11点我已经收到信了 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照我的性格 如果这个不是神级记者发给我的 如果是神级记者发给我 可信度会比较高 神级记者是谁 大家也知道了 我不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要报他的 他不要自己的名字曝光 会影响到他 所以如果是神级记者给我的料 他的可信度比较高 但我也不会直接相信 我会自己推理推敲去查证 所以如果我每次收到 我自己认为是确实的消息 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大家 大家都是我的铁粉 都经常follow我 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的消息 我的新闻 从政变开始到现在 都是比主流媒体快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大家可以作证 所以昨天11点 大概11点的 星期四晚上大概11点 当我收到的时候 为什么我没有发帖 我那时肯定还没睡 为什么我没有发帖 甚至连阿里夫亲笔签名的信有了 我为什么没有发帖 因为我自己推理 我认为这封信很可能是造假的 然后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阿里夫在拜市的时候已经说了 明天才会回应这个课题 他自己亲口说了 他在驳回 沙巴首长的动议的时候 他就说 关于马哈迪的动议 我明天才回应 所以既然自己说了 是明天才回应 没有理由突然晚上 他发这封信出来 发这个文告出来 发这个通知出来 是没有理由的 所以我一收到 我先存疑 我就先存疑 然后第二个原因 我为什么没有把这条信息当真 没有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给大家笑了 红律师终于被打脸了 红律师终于分享不对的消息了 我从政变到现在 每一次我的分析 都对我分享的最快消息都成真 所以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自己有分析过 如果我分析错 被打脸 我心甘情愿甘之如鱼 所以昨晚我没有发 我现在把我的分析告诉大家 就是第二个分析 就是像我说的 议长是中立的 我们现在看议长是中立的 但是议长也是人 当他没有倾向木尤丁政府 他尽量保持他的中立 表示着什么 他还心系着西蒙 还心系着在野党 因为是在野党委任他的 所以当出现一个14天的灰色地带 我刚才说的 14天之前 议会常规说14天之前要提交动议 如果是在野党的议员的话 18号开国会 马哈迪的姓是5月4号 刚刚好是14天 你可以说他就是14天之前 也可以说他没有是14天之前 所以我认为 如果是议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会倾向于全市委是属于14天 所以会接纳马哈迪的意见 这也是为什么我星期四的直播 我掌听截帖 我不是磨能两可的说 不是说可能 我说我认为阿里夫议长会接纳马哈迪的动议 但是接纳不等于可以被辩论 被投票 大家要分开这两个不同的观念 我认为他会被接纳 结果就被我说中了 然后那个假新闻我也没有发出来 后来正式被假新闻 中国报 Brit Harian都删了他们的新闻 包括马来西亚基尼 马来文版的马来西亚基尼也转载了这个新闻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新闻当时流传有多广 可是他们后来都很很没有脸的删除了这个新闻 但是我有截图起来了 其实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看 但这些打脸媒体的行动最好不要经常做了 除非很恶劣很严重 我时不时会打脸媒体 之前打脸过什么媒体 我的贴粉们都知道了 但这些不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要做了 因为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除非是很严重的错误 不然真的不需要这样子让他们没有台阶下 我星期四晚上我已经有截图了 我是准备自己丢脸 或者是拿来证明自己没有错的 但结果是后者了 这是证明自己没有错 所以就是这一个情况 当时其实是有这个内幕出现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分享给大家 星期五早上证实了阿里夫接纳了马哈迪的动力 至于能不能辩论胜算什么 我们在后面的讲题讲 现在没有讲到这个 现在我再跟大家谈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新闻 假信件 是有个伪造信件 这是一个刑事罪 可以坐牢很多年 七年以上 如果没有记错 可以坐牢七年以上的一个严重罪 冒充阿里夫的信件 冒充阿里夫的签名 为什么会出现 出现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就是施压阿里夫 他就是施压阿里夫 跟你说 他先在阿里夫之前先诠释了这个14天的法律 这是一个法律吗 我说的是灰色地带 就跟之前蔡天强天创被剥夺参选资格 他也是在一个灰色地带 2000块到底是不是属于2000以上 那个选举官就说2000以上就包括2000 所以蔡天强没有选举资格 所以他被剥夺的选举资格 造就了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件事吧 509 所以当出现这个灰色地带 就有人想要施压阿里夫 先把他们自己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诠释 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发放出来影响所有人 影响了之后 那阿里夫就会面对压力 所以阿里夫要倾向西蒙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一定的压力去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还好非常庆幸的 我根据我自己的分析 而不是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大家不要收到任何信息 按一个键就forward出去 然后看得很表面就觉得 阿里夫被收买了什么 大家要思考看声称 自己消化思考验证了 才想一下该不该分享出去 这个消息可不可信 你看我昨天就是经过了这一个过程 所以虽然我截图了 虽然我收到了那封信 我并没有把这个新闻第一时间发出来 就是以为这个原因 到现在我也没有发出来 因为我就是知道是一个假消息 如果我如果我没有自己思考 追入了这个发帖者的陷阱去大量转发 因为我的文章都会很多人转发 尤其是第一时间的消息 第一时间的新闻发布 那我就等于踏入了他的陷阱 帮他一把来施压议长 用他认为对他有利的诠释来施压议长 所以很庆幸 我根据我的自己的分析 也没有这样子做 其实在阿里夫的正式决定出来之前 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好的 好第三个讲题讲完了 好的